小赛罗的家真的是太神奇了 到底是怎么个神奇法 就需要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了 我的家是透明的 只有我的粉丝来了我才能让你看他 一半人来了我都不让你看呢 小赛罗的家悬浮在山顶 小赛罗每天放学回家都需要 司机贝利亚开着飞机去接 回到家门口会有两排小怪兽迎接他 而这些小怪兽都是小赛罗的爸爸 抓来陪小赛罗写作业玩游戏的 在网里走看到的就是一个热门台 因为小赛罗非常喜欢吃淀粉茶 所以赛罗就特意请来了 美食家托雷基亚给小赛罗做热门 让小赛罗放学回家后不会饿倒 接着往里走就是小赛罗的家的豪华泳池 放眼望去游泳池非常的大 但令人奇怪的是里面还养着两条大鲨鱼 而这两条鲨鱼竟然是小赛罗的宠 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平时小赛罗还喜欢躺在旁边看鲨鱼游泳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小赛罗家的跑车 这里就是小赛罗家停放跑车的大平台 这上面停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跑车 想要的小朋友们可以疯狂评论狗头 排名第一的可以得到奥特曼卡评 在网上走就是一个露天的大平台 上面摆着小赛罗的大床和一个超级大浴缸 每天晚上小赛罗都会在浴缸里一边泡澡一边玩游戏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小赛罗的家吗 喜欢的可以在下面评论鲜花油 接下来还有想看的奥特曼的家也可以评论出来 谢谢大家